我喜歡這套 我喜歡這種顏色的搭配 而且這個藍色的裙子很好看 有根性 這件很修飾 它臀型會出來 然後有漏了條臀 感覺這很適合去參加家長會 因為我覺得它現在就是有一個 更有媽媽的感覺 就是讓我會想要 你趕快要來 你趕快要去長什麼 男生會想要 摸摸它 歡迎收看我是蕾拉 I'm 蕾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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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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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出來 拉出來 我想成另外一個人了啦 我把你想成超直白了吧 我很常被觀眾搞錯 我超失靈 穿衣服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等等可能會有一些 比較福利的部分 但是真的有一套很好看 是起司型的 那我想問一下 是挺平常的穿衣風格 我就比較偏休閒 然後偏一點運動美食 可能我今天帶來的衣服 都好像不是 有些是約會套裝 就穿的會比較俗女一點 但我平常穿比較中性 要讓我穿的很俗女是一件很難的事耶 比較有點韓系 因為我平常身上沒辦法出現耶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來進行換衣的環節 第一套 可可愛 大家應該有看到 去韓國穿的比較韓系的這套 洋裝 然後它是上下截的 那我一定要毛茸茸的給你好了 那個one size 可是我的搭配是可以搭配長序 那你要配什麼褲子 安全褲也不穿嗎 你會這樣做嗎 你會這樣做嗎 我會 張開秀 原來佛斯穎是這樣子的 喜歡之後 好 OK啊 拜拜 要不要進來 我不要 好 超讚的 這一套就是要屁股翹 然後高的人穿 然後因為我不夠高 所以我要透過靴子來顯現我的腿很長 它高我一個頭耶 我174啊 阿只是這個鞋子又很高 有沒有這種安全感 好好啊 因為女生有點奇怪 剛粉絲婷不小心露了一個洞洞給我看 她的粉絲應該都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我的粉絲是不知道 你們知道 龍是這樣子可以取 那個樂不來的 龍的嗎 其實我們身體內 是可以有一個骨頭被取下來 沒關係的 我沒有辦法想像人體是可以少一根骨頭的耶 都有人可以少一顆腎臟了 因為一根骨頭還好吧 那那為什麼要存在那一根骨頭呢 好沒想像喔 好 其他的再等等再聊 我們來準備第一套的獎品 我們上囉 上囉 我們要來囉 各位要開始做效果囉 我們來去問最後一個做效果的 還在惡補我的影片 真的沒有惡補每天都在看 你很高耶 單身嗎現在 沒有 好吧 那雷拉獲勝 她頻道有說她有男朋友耶 她介意再多一個嗎 對啊私底下的 你你你 你怎麼能這麼好啊 整體的話我覺得她耶 露比較多 因為我覺得她整體穿搭比較均勻 可是有點是 黏在一起的感覺 她這邊露一下這邊露一點這邊露一點 其實 層次感就出來了 好我們私底獲勝 記得晚上LINE聊天 好好好 問一下那個年輕的帥哥 她最近打完拼圈 她跟女生聊天都會XX 假的 上只能分出勝負的應該就只有 露的面積多 以男生來什麼 因為兩個人太像了 因為兩個人太像了 那兩位天蝎了 你敢不選誰她們選幾次 我選那個 私底天蝎 那我們來換雅雅 我都喜歡 蕾拉的 小露上肩的感覺 我們來去問那個美國 大帥哥 我喜歡高的 我喜歡高的 真的嗎 對啊 你好怪喔 沒關係我一起溜啊 你好你好 不要被罵 不知道是感覺啦 感覺 總算我衣服大勝 應該是我穿的好看 所以大勝 欸 欸 怎麼願意這樣 比較氣質型的 有點小相風 對有點小相風的感覺 其實這件褲子穿在我身上 會整個落地 對啊怎麼那麼長啊 它是比較歐美的 那我們來上樓 好 小天 我覺得 事情的話就是 感覺不是她平常會穿的那個風格 啊 對 比較喜歡蕾拉的 欸 竟然 這一套其實就女生會很愛的 我剛剛還在想說怎麼辦 會不會這一套在我身上翻車了 會不會 那她有翻車嗎 她沒有 那也很好 那很好 問一下女孩 什麼樣怎麼樣 好好說話 其實呢 我比較喜歡蕾拉的一套 真的嗎 我覺得妳最近有點改風格 變很淑女的感覺 所以這個很適合 當媽媽 要有點媽媽的樣子 沒有我還是會維持我那個風格 但是詩婷呢 也蠻適合她的 所以誰贏我 蕾拉 那我們來說那個話最多的 因為我這邊是第一順 劉漢 劉漢 沒有妳劉漢還是很優雅 劉漢 劉漢雅 劉漢雅 對她劉漢啊還是很優雅 叫劉漢雅 天啊 你能理解她的哏欸 對啊 欸我這個 對不起我還是想選她欸 因為她可能比較高 所以她可以駕馭這種 妳穿的話可能會變喇叭 那個身高高真的能穿的東西 就會變多 其實這件不差可是穿在妳身上就覺得 我剛才說妳的強項真的不在這種衣服 我覺得大概過兩年應該就是了 因為妳會不會越來越有媽媽的感覺 請問媽媽的感覺是什麼感覺 誰說媽媽就一定要穿這樣的衣服 誰規定的 我覺得 來問問看我們的經紀人 這是我穿過的嗎 對 她穿比較好看 我喜歡這套 我喜歡這種顏色的搭配 而且這個藍色的裙子很好看 這件很修飾 對 她臀型會出來 然後有漏兩條臀這樣 對對對 感覺這很適合去參加人家長會 因為我覺得她現在就是有一個 更有媽媽的感覺 就讓我會想要 趕快要來 我真的要講什麼 男生會想要 摸摸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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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有人說 懷孕的女人更性感嗎 為什麼會想要想想懷孕的女生啊 你們男生會想想懷孕的女生啊 你們男生會想想懷孕的女生啊 第二套私庭大勝 那我們來去換第三套 我第三套給她搭配是我平常會穿的運動風 粉色的瑜伽褲 就很寫蜜桃臀 然後是景深的白色上衣 然後搭配帽子 就是我剛剛穿的 然後紫色的這樣 OK 進行最後一套 好 好 你穿這樣很可愛 對很像我平常的穿戴 我有信心我會贏 因為運動是很安全的 很棒 我們上去 來 嗨 直接選我 因為貼身的 沒有幫他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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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套不好看嗎 在家要看到這一套 那戴出門就穿這個 不要給人家看這樣子 嗯 好 我們來問小賈 看一下兩個人誰比較好看 嗯 我個人是認為 他吧 為什麼 看起來比較像是有外出的那種風格 那這一個看起來 不過如果以整體來講的話 看起來是像 是不是有人在健身 但是健身服的話 我倒也不認為說不好看 那你不要看 對 但是 換一個縮圖 因為他臉太胖 胖 直接先伸手圖 這一套 為什麼 大禮包 我要解釋我剛剛看鏡子 發現這邊有兩顆胸臉 然後這個是因為裡面有這個 胸型怪怪的 因為我今天沒有穿內衣 所以大家不要誤會 那這個咧 這個有沒有什麼 稍微講評一下 這就 一般 比較常見 但是旁邊露見的是 因為 剛才有狹狹 有 這個袋子更加 漂亮 所以你現在試試看 沒問題 我選你這套 可是我跟你講 你這個缺乏什麼好不好 你缺了一個高爾夫球肝 很像肝蒂 你看我剛剛就說 我剛剛就說 馬上也就被聯想 而且你不覺得打高爾夫球 大胸部的女生很吃可以嗎 因為手都會被胸部打 那我的手就這樣子夾住我的胸部 可是我跟你講你跟男生比的話 你會贏 因為男生會被你輸一滴吸 那才不會咧 你有病喔 我覺得這套 那優勢終於出來 怎麼樣平秀 我覺得 就是 那是雷蘭斯 結果我們這樣子比下來 沒有誰贏誰輸的問題 因為都好看 他已經瘦了 自己知道了結尾的時間了 快樂的時間總是過得特別快 今天認識了司庭 才發現他是天蠍座 然後跟我一樣 特別有化療 那司庭今天覺得 三套衣服這樣穿起來 你自己最喜歡哪一套呢 我其實最喜歡第一套耶 因為那真的好好看喔 在你身上 因為那一套他就是顯身材 因為我也是有喜歡穿比較顯身材 我自己的話 我最喜歡現在身上這一套 我自己覺得 這比較像是我平常可以駕馭的風格 然後像那個前兩套都有點太淑女了 自己會覺得有點業 好像不自己的東西 對對對對對 運動裝是每個人穿都不會感覺到 對我覺得大家如果在學穿 大家不知道怎麼穿的話 我跟妳講 就先從運動穿大家開始做 最安全而且最一定適合大家 可以前途後竅 沒錯沒錯 不知道司庭有沒有就是 更想嘗試 欸我今天給你穿的哪一套衣服呢 第二套 因為那是我原本不會想要嘗試的 對尤其下半身 因為我可能就會覺得自己屁股很大 不太適合穿那種 但是其實屁股大的女生 就應該要穿比較寬鬆的褲子 屁屁看起來可以遮住的那種感覺 如果上半身穿緊的 你就會有這樣子的感覺 因為就是我被誇獎 所以想說 天黑座都要被誇獎 如果你沒有說他好看 他就會認為 這東西就是不好看的 我不要穿 多誇一點都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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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